记者于昭福新北报道,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19日抨击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的重情,重义,重有义说法,洪耀福说侯重情,重义是要替朱立伦在2020年国民党内斗增加资源,侯友宜反击说,选战不需要口水,把政绩拿出来最重要。 侯友宜今天早上到新北市西纸去参加中华民国却市中心会年会,侯友宜受访时做了上述表示,侯友宜表示,台湾的选战不需要口水,好好把政绩拿出来才是最重要的。 侯友宜说,我一直保持感恩的心,台湾很小,大家都是朋友,朋友对我们有些批评指教,我们都希望,如果能帮助我成长我都非常感谢。 侯友宜说,最重要的,执政好不好,大家心里有一把尺,如果执政做得不好,应该更加精进才对,不需要沦落为口水战。 好优优独播 好优独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